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如何给孩子读绘本》 有人可能会觉得,绘本不就是童话书吗? 浅显易懂的,孩子看着图,大人读一遍文字 或者是大人给孩子讲一遍故事不就行了吗? 有必要专门了解怎么读绘本吗? 其实呢,关于读绘本啊,很多人是存在误解的 绘本其实是个外来语 顾名思义呢,就是画出来的书 英文是Picture Book 早期呢,人们直译为图画书 现在呢,是用了日语当中图画书的汉字写法 叫它绘本 绘本是由一连串的图画与少量的文字构成 或者啊,干脆完全没有文字 全靠图画来传递信息,讲述故事 因此呢,绘本中啊,图画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特别强调视觉所传达的效果 也正因为绘本的特殊性 所以呢,它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儿童 所以啊,才需要你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 本书作者是日本的松居直 他被誉为日本绘本之父 是很多日本人心目中最会说故事的老爷爷 他的代表作《淘汰狼》、《木匠和鬼六》、《信号灯眨眼睛》等等 1956年,松居直白手起家 创办了日本第一本绘本月刊《儿童之友》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呢,《儿童之友》出版了《第一次上街买东西》、《拔萝卜》等经典绘本作品 还发掘了像《赤羽莫吉》、《常心泰》等世界级的绘本作家 可以说呢,松居直和《儿童之友》对日本乃至世界绘本的蓬勃兴起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呢 松居直便通过对《狼和七只小羊》、《睡美人》等经典童话绘本的分析啊 让你了解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的正确方法 我把本书的内容归纳整理成两个问题来讲解 第一,为什么要给孩子读绘本呢? 第二,如何给孩子读绘本呢?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给孩子读绘本呢? 在给孩子读绘本的过程中啊 父母和孩子都是参与者 因此呢,这一过程对于父母和孩子都很有意义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他们最初是通过各种声音、父母的表情和情绪来了解这个世界的 因此呢,在孩子幼年的时候 给他们阅读绘本便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培养他们对外界事物感知力的好机会 在给孩子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啊 孩子不仅能够看到图画和色彩 触摸到书本 同时呢,还能通过父母生情并茂的表达来感知世界 并且充分调动他们的想象力 从而获得一种美妙的生命体验 孩子的感受越深 思考的就越深 语言也就越生动丰富 拥有这种绘本体验的孩子 在未来为人父母之后啊 也会将自己听过的绘本读给自己的孩子听 在这种意义上呢 绘本也是一种传承的艺术 同时呢,父母通过给孩子读绘本 不仅可以和孩子一起沟通交流 享受快乐的亲子互动时光 还可以将自己想象成孩子 走进故事世界 来获得一种简单纯粹的喜悦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读绘本时最能感受到乐趣的人 很有可能啊,是读的人 因此给孩子读绘本 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不识字 或者是啊 这样更容易让孩子听明白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呢 在读绘本的过程中 读者和听者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呢 一起站在好奇求知的角度感受世界 这可以融洽亲子间的关系 父母呢 可以把绘本中呈现的最美的语言 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 让孩子获得最生动 最难忘的阅读体验 好,了解了给孩子读绘本的作用和意义之后 我们再来讲讲该如何给孩子读绘本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绘本呢 有两种语言 文和图 文字啊好理解 读图呢 却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 甚至有人认为呢 不看图也不影响理解 但其实 读绘本的关键啊 就是读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绘本当中 插画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故事 如果不仔细读图的话 便会漏掉许多重要的信息 例如 睡美人 这是瑞士画家 菲利克斯霍夫曼的作品 在这个绘本当中呢 作者是如何将信息隐藏在图画中的呢 我们直接来到绘本的第14个场景 画面中呢 厨师还揪着小帮工的耳朵 仔细看图啊 你会发现 小帮工的帽子掉了 然而在第10个场景中呢 被厨师揪着耳朵的小帮工 帽子并没有掉 难道是绘画者比误了吗 但是啊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呢 魔法生效以后 城堡中所有的事物都没有挪动位置 唯有小帮工的帽子掉了 这就奇怪了 通过仔细观察思考 再联系整个故事 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虽然城堡中的所有人都被定格了 但是玫瑰却在一直生长 玫瑰长高了 就顶掉了小帮工的帽子 所以说啊 如果不注意读图的话 那该丢失多少重要的信息和乐趣啊 因此呢 在读绘本的时候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图画 其次 对于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 他们也可以通过图画 独自把绘本从头读到尾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吧 刚刚三岁的小威廉兴致勃勃地 从他的小书架里拿出了一本 狼和七只小羊的绘本 小威廉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 第一幅插画便是 羊妈妈在和小羊们道别 准备出去找食物 小威廉看到道别的场景呢 也学着羊妈妈的样子 向小羊们挥手道别 当看到大灰狼突然出现 在敲小羊家的门时 小威廉便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眉毛也皱在了一起 似乎在为小羊们担心 等看到小羊们打开了门 大灰狼向小羊们扑过去的时候 小威廉吓得赶紧用手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好一会儿才又翻开了下一页 直到看到羊妈妈回来 救出了小羊们 小威廉才终于又露出了 开心的神情 所以当孩子自己在独自享受绘本乐趣的时候 大人不要说话 守护在一旁即可 别去打扰孩子感受绘本故事的专注时刻 最后在阅读文字时 再结合图画 就相当于发挥了孩子的想象力 对故事进行了再次创作 怎么理解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一天妈妈安娜准备给五岁的儿子乔治 讲狼和七只小羊的绘本故事 安娜翻开了绘本 第一幅图画便是羊妈妈跨着篮子 在和小羊们挥手道别 安娜给乔治念了绘本上的文字 一天羊妈妈准备出门找食物吃 正打算翻到下一页 小乔治却指着第一幅图画说道 妈妈,你猜小羊和羊妈妈都说什么了 还没等安娜回答 小乔治便一脸认真的对安娜说道 羊妈妈对小羊们说 你们千万不要给大灰狼开门哪 小羊也答应了羊妈妈 绝对不给大灰狼开门 只有妈妈回家了才能开门 安娜十分惊讶 因为这些都是小乔治 自己看着图画想象出来的 既然绘本的画面这么重要 那么读图的诀窍有哪些呢 当你第一次拿到某个绘本的时候 先不要读文字 先读图 先仔细观察图画的线形和构图 接下来呢 请注意画中的细节 即使没有色彩 图画也能精彩地讲述故事 这都归功于细节 下面我就通过绘本 狼和七只小羊来讲一讲 图画细节是如何讲述故事的 这个绘本的绘图作者呢 也是瑞士画家菲利克斯霍夫曼 绘本的封面上画着七只小羊 他们从屋里锁住了门 七只小羊呢 表情各异 动作也各不相同 画面中虽然没有狼 但是却能让你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到了第四个场景 画面中紧闭着的厚重大门 抬头照望的狼以及远处森林里 羊妈妈的身影 这些形象而又细腻的刻画 在增加了绘本的真实感 和故事的张力的同时 把气氛也烘托得越发紧张了 而之后呢 狼去面包店寻找面粉的场景 在图画中体现得更为生动 无论是站在店门口 战战兢兢目送狼走远的面包师 还是在理发店里偷偷往外窥视的老板和老板娘 亦或是从二楼悄悄往下看的鞋垫掌柜 甚至是那只藏在门洞里的猫 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中 你就能深刻体会到狼来了的恐惧感 这些都是单纯从文字中体会不到的 然而学会了读图 绘本也只能算是读了一半 再下来呢 就是该学习如何阅读文字了 那么阅读文字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阅读文字不能默读 而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发出声音朗读 为什么要发出声音呢 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啊 特别是在婴儿期和幼儿期 孩子都是通过声音来感知世界的 父母饱含深情 富有力量的言语 能够启迪孩子的心灵 开发他们的心智 培养他们的想象力 我来给你讲个例子 玛丽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宝宝 叫小团子 玛丽呢 非常喜欢和小团子说话 也经常给小团子读绘本 有一天呢 她选了一本自己非常喜欢的绘本 三只山羊嘎啦嘎啦 读给小团子听 玛丽躺在小团子身边 将绘本呢 展开之后 放在团子能够清楚看到的位置 然后开始慢慢地念起来 这时啊 小团子就盯着书中的图画 眼睛放光 十分开心 身体也做出了各种反应 当玛丽讲到 小山羊过桥 发出支鸭支鸭的声音时呢 小团子就蹬着两只小脚 接着呀 讲到大山羊过桥 发出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时呢 小团子的脚摇得更厉害了 而讲到老山羊过桥 发出吱吱嘎吱嘎吱嘎的声音时呢 小团子的手和脚啊 便一起用力蹬摆了起来 当玛丽说 讲完了的时候呢 小团子就会摆动双手 蹬着小脚 好像在催促玛丽再讲一次 在这个过程中呢 当妈妈用融合了自身呼吸节奏 和感情的声音朗读时 对于幼儿来说 是至高的语言体验 不管他们能否听懂 倾听这种爱的语言的过程呢 是孩子和语言最初的相遇 也是让孩子透过声音 去感知生命 感知世界的开始 绘本中的图片是静止的 但是当静止的画面 与语言结合在一起时 便会有连续的场景 展现出一个生动形象 而又立体的故事世界 而且啊 如果朗读者能运用 适当的音调 气息和节奏等等 还能给画面注入新的生命 为绘本增添光彩 其次 在阅读文字的时候呢 需要留意故事的情节和结构 只要读懂了故事的这两个要素 就能了解故事的难易程度 也能大致判断出 绘本是和哪个年龄层次的孩子 而故事的长短 大多数时候啊 不能作为判断的标准 下面呢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狼和七只小羊 与睡美人的故事 好 我们先来讲讲情节 狼和七只小羊 讲的是大灰狼 趁羊妈妈不在家 闯进羊的家里 吞掉小羊 之后呢 勇敢的羊妈妈又救出小羊 一家人快乐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这则故事告诉孩子们 自己在家时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睡美人呢 讲述的是 公主受到了诅咒 沉睡了一百年 后来呢 有一位勇敢的王子 将其唤醒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则童话故事的情节 则充满了想象 给孩子带来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再来看故事的结构 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 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 时间和空间具有一致性 而睡美人的故事呢 则有前因和后果 中间时间间隔了一百年 故事的结构 也构建得更为复杂 因此呢 不管是在故事情节上 还是结构上 睡美人的难度更大 适合较大一点的孩子 而狼和七只小羊 则更适合于幼儿 第三 在阅读的时候 父母要用生动的语言 去讲述故事 只有当父母生动的讲述故事 孩子才会对绘本中的故事呢 产生共鸣 自然而然的走进去 如果父母讲述的时候 平平淡淡 没有波澜起伏 那么孩子们脑海中的影像 就会中断 思维呢 就容易游离到故事世界之外 紧张感也会随之消失 关于给孩子读绘本这件事啊 经常会听到大人们抱怨说 孩子每天都会要求听同一本书 其实呢 这种现象是很普遍 也很正常的 如果你想要寻求解决办法 作者给你的建议就是 不要说是连续几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甚至是半年 一年 只要孩子喜欢 你都可以持续读同一本绘本 给他们听 对于孩子来说 这能够使他们 获得最深刻和难忘的阅读体验 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 当孩子听到自己喜欢的绘本时 便会流露出竖起耳朵 眼睛发亮 想要铁舌头的神情 这时的孩子啊 仿佛将全部的身心 都投入到书中的世界 无法自拔 此外呢 当你在给孩子读绘本的时候 请尽量地去回忆你 儿时的经验 感受和看事物的方法 努力从孩子的视角去阅读绘本 这个时候 你才能体会到作者的人生阅历 思想和憧憬 以及他对儿童的看法 或者观点等等 你才能够更好的将绘本演绎给孩子听 当你了解了读图的要诀 以及读文的方法之后 最后需要做到的 便是处理好文字与图画的关系 例如呢 绘本《睡美人》中的第三个场景的安排 书上的文字写道 国王不仅邀请了亲朋好友 还邀请了预言家 女预言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预言一个人的命运 国王想让他们喜爱自己的孩子 然而绘本上的图画呢 却画了这样一些内容 一个仆人正在写情茧 而国王呢 则拿着一张纸若有所思 一旁的胖厨师 让小帮工拿来了12个小金盘 正在向国王汇报 招待客人的盘子只有12个 再一看呢 文字的叙述内容 与画面描绘的场景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推断出 图画中的国王听到厨师的汇报 正在犹豫是否要发出第13章情节 在这里啊 图画生动地表现了 文字中并未直接表达的内容 由此可见呢 绘本中的图不仅是对文字的简单说明 而是文字中呢 可能发生的故事的视觉化表现 在绘本中啊 文与图既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又保持了整体的协调 传达出的故事意境 才超乎读者的期待 也更能体现出绘本艺术的魅力 而要将文与图结合在一起 完整地读懂一本绘本呢 则需要相当的能力经验和练习 因此啊 给孩子读绘本 既要学会掌握读图的方法 也要学会掌握阅读文字的方法 同时啊 最后要能够做到文图合奏 这才算是真正学会了 如何给孩子读绘本 如果你只是把绘本 当成教材与参考书的话 就会过分强调教育的意义 能入脑 却不能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比起这个呢 绘本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通过让孩子感受欢乐和喜悦 打动其心灵 唯有打动心灵的欢乐 才能成为生命的力量 促进孩子的成长 好 如何给孩子读绘本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